好,又到蛋白質的消化了 不過我們這次蛋白質的消化 我就去用一塊牛扒去講那個旅程 在整個消化道 它怎樣可以變成最後能夠吸收到的胺基酸呢? 好啦,我們又在這裡剔剔表了 我們先剔剔吧 在十二指牆那裏 哪些是有幫助消化蛋白質的? 好,先剔一剔 它首先把蛋白質變成太年 又可以變成胺基酸的 膽炎呢?就不關事啦 好啦,二蛋白煤就擠到十二小腸的長腔那裏 就繼而會去到小腸的 香酸興臘就擠到小腸 就令到那些煤繼續運作 所以這個有幫手啦 好,腸腺呢 這個不剔住 就不知道啦 好啦,小腸內壁那個 刷狀元 有沒有幫手消化蛋白質? 咦,有喔!有蛋白煤 它將太年就變成胺基酸 好,這個寫何級收料? 好啦,那在小腸內壁那些煤 它需不需要有個合適的酸鹼值才運作? 那這個呢,就是靠小腸上面的腸線 它就分給一些簡性的物質 所以在十二指腸至小腸 我們已經有四個地方幫手啦 好,但我們連上我們的胃部和口腔 一起去看一下這塊牛扒的消化 牙齒有沒有幫手消化? 咬牛扒? 有啊! 物理性 好啦,口腔的脫腺有沒有幫手? 沒有 好啦,跟著呢,我們沿著食道就去到胃了 胃那裏有沒有幫手消化蛋白質? 有,還很主要 第一,胃部它就會起著物理性消化去做攪動 所以這裡寫一個機械性消化 再加上,咦?胃裏面有胃蛋白煤 去將蛋白質變成多泰鏈的 那就是這個有化學性消化 胃部有沒有分泌一些氫綠酸出來? 是啊,有啊!我們有分泌一些胃酸的,對吧? 那胃酸呢,是能夠輔助胃蛋白煤去維持活性的 所以這裡呢,還有這個的輔助 好,自己補充回三個有齊 好了,那這塊牛扒呢,現在又變了泰鏈了 然後呢,下來這個位了 去到十二指腸這個位了 好啦,肝臟呢 我們先看胰臟先吧 胰臟呢,胰臟呢,有隔有胰蛋白煤 胰臟呢,胰蛋白質變泰鏈 這個呢,都是未能吸收的 但是這個呢,就起著化學性的消化 並且胰臟呢,端端這個位呢 它會分別一些簡性的碳酸氫藍 令到小腸擠了出去的煤呢,可以繼續運作 所以呢,又起了一個輔助的形式 好啦,膽呢,它就有分別一些的碳酸氫藍 一擠擠了下去十二指腸 在十二指腸的煤呢,也都有個鋼性的環境運作 所以這個呢,又是起著輔助的角色 好啦,但是呢,消化蛋白質現在來來去去都是太年的 好啦,那我們呢,由於這個呢,過程呢 是相當相當之難做的 所以呢,我們整條小腸呢,的內壁呢 都,那個刷狀元的構造呢 都鋪了一些的蛋白煤 它就會將這些多太年就變成胺基酸了 那這個寫下就可吸收了 好啦,小腸這個蛋白煤 小腸內壁的刷狀元 蛋白煤即是甚麼呢 化學性的消化 但是小腸內壁這些煤 要不要一個簡性的環境運作呢 那當然啦,整條小腸都有刷狀元的煤 整條小腸也都會有腸線分別一些簡性的物質 那所以呢,這個是一坨出現的 都是附作 那最後呢,我們就能夠吸收了 好,自己記下這幅圖了 好,我們做一個check point 好,現在自己做這個 做完呢,我們對答案 好,對答案了 好,膽囊裡面的液體 誰做的呢?就是鋼鑽 好,當汁液和油脂在試管混合有些甚麼發生呢? 我們裡面會有膽炎 我們就會開始做乳化了 至於這個過程呢,我們永遠都是想看一下 乳化作用這個過程 哇,不關沒事咯 乳化這個過程是屬於物理性 或者叫做機械性 乳化作用 對脂肪的分解有甚麼重要性呢? 將它做一個物理性的消化 大粒的脂肪打成為小油滴 這裡呢,性質沒有改變過的 但是呢,它的表面面積就大了 它能夠和脂肪酶接觸的面多了 消化的時間也都會消了 有個學生說 肝臟分別的膽汁可以消化脂肪 消化 消化的意思呢,就是由A一種物質變成B一種物質 A呢,就不可以吸收 它就變成B可吸收 這個我們叫做消化 但肝臟裏面有甚麼東西 真的能夠幫 能夠做到消化 第一個 膽汁裏面的膽鹽 是做乳化成小油滴 這個過程根本都不涉及煤 我們不可以說是消化 我們只能夠說膽汁裏面的膽鹽 幫助消化脂肪的 不可以寫直接消化脂肪的 好,這個表就自己填上它 切完膽囊之後,有沒有膽汁分泌? 有 飲食習慣方面,有甚麼要改善? 當然,如果這個人 飲食習慣不改變 但是呢,他的膽就切了 他的膽汁就少了 分泌,稀了 他能夠做乳化的能力呢 就會低了 OK,所以呢 那些脂肪呢,他可能呢 消化就沒有那麼好 跟著呢,有些脂肪沒有被消化呢 就已經出來了 所以那個人呢,他的體重就會下降 那如果這個人切了膽囊之後 他又不希望呢,體重減輕 好,第一啦 他不要吃那麼多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啦 或者他多餐小吃都可以的 加多一個 好,第24條 膽汁幫助消化脂肪的 膽汁不會消化脂肪 因為他有膽炎 好,第五題 哪個過程不涉及煤啊 好,他答案了,乳化 好,第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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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詳,題詳,第五題 誰可以製造消化蛋白質的煤啊 好,第五題 一定有啦 十二指場 製造蛋白質二 胃狀有啦 好啦,那麼 三個是十二指場 但去到下面那個小腸的刷狀就有了 所以答案是1、2 扣了5膽囊切了 他應該吃少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好 蛋白質的消化在哪裏進行 1 扣做內進行 有個內字的 1就有了 扣做6 1、6 3都有 1、6、3 你不要寫2 他沒有走進胰臟裏 好了 最後我們用這幅圖去總結 這張圖我現在很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 我們用一張圖去看完 在我們的消化度 哪個地方 去有哪個過程去做消化 也都會裂出那隻梅出來的 口腔就有澱粉 脆液的澱粉 就變成蜜芽糖 那澱粉呢 如果我們呢 也都可以去到小長康 我們也都會有 移的澱粉 去將蜜芽糖 又將澱粉變成蜜芽糖 又將澱粉變成蜜芽糖 蜜芽糖呢 去到我們小長康的拆狀元呢 我們呢 就可以有些碳水化合物 將它變成葡萄糖 這樣就吸收了 蛋白質的消化就胃開始了 在胃就做了第一個階段 胃就做了第一個階段 胃狀那裏呢 它分泌出來的煤呢 就可以多泰變胺基酸 多泰呢 又可以在那個小長裡的拆狀元 又變胺基酸的 小長康那裏呢 就用來做完脂肪的分解了 那這張圖我覺得就很清楚了